小男孩突然消失 再次找到时 他说他在山里遇到了外婆 但外婆绝非人类 2020年2月同样的地方 人们看到了奇特的景象 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还是必然呢 84岁的他行动不便 却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连人待悟突然消失 大家好我是鬼灵蚁 近期有网友留言说 想要听听411案 这是一套系列悬疑案 多数是与神秘失踪相关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 先来说说这其中的 两个未解之谜 Montchester 美国北加州的地标之一 雄尾的山体是冰与火的完美结合 山顶中年积雪覆盖 很远处便能领略到它的雄尾 同时它还是一座巨大的休眠火山 1786年最后一次喷发后 陷入沉睡 它是地球七大神山之一 关于它的传说 涉及到了高级文明的存在 地下城泰勒斯的建立 以及列姆利亚文明等等 现在它更是很多家庭 理想中的度假营地 2010年夏天 都一家三口去到这里 他们在一条大溪边落脚 准备露营 晚上6点多的时候 妈妈在帐篷里准备着土豆色拉 爸爸在帐篷外烧烤着 他烤着两块牛肉饼 之后准备加进面包 这是三岁儿子最喜欢的组合 爸爸正准备将这两块牛肉翻个面 也就在这转眼间 儿子远离了他的视线 有点莫名的他立马放下手桌的食物 大喊了妻子的名字 让他出来帮忙看着烤鹿 自己紧张得四处环视 并大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Junny 自己明明刚刚还看到 Junny和小狗在一边玩闹 转眼的功夫 就只剩下小狗了 小狗平时一直很乖 跟儿子Junny心影不离 而此时显得异常的狂躁 不停的狂吹着 夫妻两人紧张到了极点 20分钟后 妻子电话了家住父亲的姐姐 不久 更多家庭成员加入了搜寻行动 他们疑惑于 这三岁的小孩 怎么会突然失踪 营地旁边就是森林 难道说他去探险了 这种可能性极低吧 更解释不通的是 小孩的奔跑速度 不至于让父亲转眼间 就失去了目标 还有那一直黏着主人的小狗 怎么也不跟上呢 附近也没有留下任何男孩的踪迹 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他们拨通了求救电话 当地灵物局和警长都来了 搜救人员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 包括马路 小道 森林内部 直到深夜11点 失踪了5个小时的Junny才被发现 他盘队坐在森林边的主干道上 身边没有其他人 注意是一条主干道 搜救人员也曾在这里找寻过 但他们却没有发现Junny的存在 而Junny被发现时 不像是三岁走旧的孩子 相对于厂里的呼救或哭闹 他显得茫然了些 父母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他 男孩神情有些呆滞 他们快速地检查了他的全身 好在没有伤痕 他们将孩子带到了医院 医生表示 孩子一切正常 很健康 但奇怪的是 Junny一直不肯开口说话 医生解释说 这可能是因为孩子被发现时 被父母突如其来的慌张所惊吓到了 Junny对自己消失的5个小时 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此时你可能也认为 一个3岁的小孩子 他本来就不会多说什么 熊孩子的某些举动 不是大人能够想得到的 但他接下去的行为 或者说对于这5个小时的说法 却让大人们相当的不断定 奶奶Cassie在接下来的一周呀 细心招来的Junny 他非常喜欢这个孙子 该事件发生之后 他更加的警惕了 生怕他再次走丢了 有一天 Junny正在玩着他的火车玩具 他突然抬头看了看奶奶 然后说 我真的不喜欢那个Cappy奶奶 奶奶很奇怪 Cappy奶奶是谁 几个意思呀 Junny反问奶奶说 你不记得了吗 那天我在森林里迷路了 有一个奶奶抓住了我的胳膊 她有着和你一样的手 一样的脚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可她说她不是Cappy奶奶 她叫Cappy 我觉得她是一个机器人 她带着我去了一个 有很多蜘蛛的洞穴 里面脏脏的 我还看到地上有一些钱包 也脏脏的 我都不敢碰任何东西 然后Cappy奶奶爬上了一个梯子 梯子的上方有灯光 灯光打在了Cappy奶奶身上 我还看到了奶奶手中突然亮起的火花 洞穴里还站着其他的机器人 不过他们一动不动 Cappy奶奶让我躺下 然后她看到我的肚脐很久 她告诉我说 她和我都不属于这个星球 是因为妈妈怀孕了 她把我放到了妈妈的肚子里 后来她还要求我坐在一张粘质上 我不愿意 所以她很生气 最后她带我走回了马路边 她叫我不要害怕 等会儿就有人来救我了 听到这里 你可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就是那个小男孩 可能最近科幻片看多了 出现了幻觉 同样的一番话 让Cathy奶奶乌咽一对 但却提醒了她 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在Johnny失踪的六个星期前 她和丈夫以及几个朋友 同样去了Chester山 他们在Johnny失踪的相同地方露营 那一晚晚餐后 她和朋友一起 早早地钻进了睡袋休息 但她却在半夜被冻醒 而此时她正睡在草地上 面部朝下俯卧着 当时她感觉肩膀有些僵硬 后颈有些疼 摸了摸好像是被虫咬了 而隐约的 她看见远处有一双淡黄色的眼睛 然后又瞬间消失 她以为只是一头鹿 第二天一早呀 她发现丈夫的脖子后面 也同样有个伤口 看上去是很小的穿刺伤口 当时他们觉得可能是山里的蚊子 然而现在回想一下 却不经意间感到一丝两意 沙斯塔山自古以来 一直与某些异常事情相关联着 传说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与列姆利亚文明 是当时地球的最高文明 但在文明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 产生了分歧 列姆利亚人认为 对于发展较慢的文明 应该让其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 以自己的步调自我发展 而亚特兰蒂斯则认为 发展较慢的文明应该由发展较快的文明所控制 由于意识形态争端 导致了多次热和战争 两大大陆板块逐渐沉入海底 战争的结局没有胜利者 最终导致生灵涂炭 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因此 比姆利亚的幸存者决定 在沙斯塔山中建立一个地下城 泰勒斯 以此好让族人免受地球表面的污染 而早在1899年 作家佛雷德里克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翻译成著文叫做 居住在两个星球上的人 该书就提及到了利姆利亚人 居住在沙斯塔山中 沙斯塔山内有复杂的隧道 当地人甚至亲眼目睹了一些外来生物 他们穿着白色的长袍 在隧道口徘徊 1904年 英国一家矿业公司的探险家 JC Brown曾报道 他在山的一侧 发现了一个地下城市的路口 洞穴中装满了黄金 盾牌和木乃衣 他组织并成立了80人的探索图队 但却在团队准备出发的当日 他自己却离奇失踪 最近的一次异常 发生在2020年2月12日 当天上午 在其最高峰 14179英尺的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UFO的扁原型物体 当然就此事件 当地零物局相关人员表示 这只是由于潮湿的气流 在越过高山时冷凝 此时又正好碰到了阳光的直射 所反射出来的柱状云是一种自然现象 Messing 411作者David表示 他相信Johnny所说的一切 他看过太多关于山林的事件 大多数的受害者也都幸运地能够再次出现 可他们却不记得他们消失的那段时间和精力了 只有Johnny比较特别 似乎所谓的机器人 没能成功地将他的记忆抹去 个案的串联让人细思极恐 会不会是因为Johnny年龄还太小 让他看到了成年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呢 1981年4月29日周三 莫里斯·达米兹和朋友大卫·麦克·雪莉 一起到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国家森林公园 他们准备在这里找一些石英石和黄域 莫里斯拥有丹佛大学的神学学位 他是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一个教堂牧师 同时他还是北科罗拉多洛克门特学院的院长 他喜欢旅行 也非常喜欢收藏一些浴室 他当时已经84岁了 身体状况并不算好 患有严重的膝盖骨血液病以及关节炎 大卫是他的挚友 因为莫里斯的行动不便 所以大卫经常会陪同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那一天两个人驱车16英里 大卫在上午10点 他们到达了维尔金野营区 他们决定以这里为起点 然后向东走了大约45米后 开始寻找黄域 直到中午12点 他们回到了起点就餐 午餐后 他们准备向相反的西面开展工作 碰碰运气 两个人一直寻找到了下午3点15分 之后大卫告诉莫里斯让他在原地 自己向外再走一点进行开拓 大约10分钟后 走出45米的大卫回到了原点 看了看莫里斯的状况一切正常 之后大卫又向另一个方向走了45米 可这一次也只是15分钟的时间 他却再也找不到莫里斯了 大卫在附近徘徊寻找了很久 他不清楚莫里斯究竟去了哪 莫里斯的腿有着严重的疾病 他怎么可能一个人莫名的失踪了呢 大卫往车的方向走去 本想着莫里斯可能回到了车里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尝试着按了很多次车内的喇叭 可也没有得到莫里斯的任何回应 他有点不安 在那块区域上上下下寻找了大约45分钟 最后不得不报警求助 他告诉警方 莫里斯当天穿着绿色格子的法兰绒长袖 蓝色工作服 棕色高靴 戴着眼镜和白色棒球包 他还提着一个布袋 袋子里装有园林工具 这些工具用来辅助他在山坡上寻找玉石 但很奇怪 不仅仅是莫里斯不见了 就连那些园林工具也一并消失了 搜索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半 但开查后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他们没有发现莫里斯的任何足迹 附近的土壤是干净的 自然的 没有被迫害过 也不存在山体滑坡等特殊事件 地上没有任何血迹 没有动物的皮毛等 被野生动物的袭击 或被追赶的可能性相当的小 他们电话了附近的营救小组 并带来了一只警犬进行搜寻 当警犬到达那里时 已经是当天晚上11点半了 而从此时开始 他们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彻查 最后警员不得不告诉莫里斯太太 他们无能为力 几个月后 莫里斯太太依旧心有不甘 她写了一封信给到了州长 在那份7月18日的信件中 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她说1981年4月29日 对于她丈夫莫里斯是个特殊的日子 很显然 在那天 她与大卫分开后走丢了 她感谢警方五天的连续搜寻 但很遗憾 现今没有任何新的信息 下落不明的丈夫究竟去了哪里 她希望能够公开丈夫消失的消息 如果有人能够提供线索 她愿意给予一定的奖励 她需要州长的帮助 她认为丈夫可能遇到了绑匪 而就是那群绑匪将她的丈夫带领了这块区域 但当局者拒绝了更多的行动 80多岁的老头就这样莫名的连人待物 人间正法 我们先来做一下排除法 事情会不会像她太太所说的那样绑架呢 当地的人表示 莫里斯失踪的地方是在山林间 地面崎岖不平 如果采取行动 必须考虑到莫里斯的行动不便 这需要有足够的人员将莫里斯的位置进行转移 而如此的心事动众 目的是为何呢 为何要选择一个80多岁的老头下手呢 据悉她当天身上带的钱还不到30倍金 另外80多岁了 遇到歹徒即使无力反抗 但不会呼救嘛 而现场没有任何的挣扎痕迹 好有大卫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求救声 或许你会联想到我分享过的澳洲狼群的故事 野生动物有时候呀是很聪明的 可如果真的是动物偷袭 如何解释一起消失的工具呢 而现场真的没有任何拖拽的痕迹 这种可能性也几乎可以排除了 我们大胆的猜测 最有可能的呀便是老人自己走丢了 他本来就行动不便 导致意外跌落到某个角落后呀 受伤严重之后就失去了呼救的能力 或者身体被卡在了某个隐秘的位置导致意外 4月森林灌木正在迅速生长 绿叶等很快就覆盖了老人的身体 而仅仅5天 尸体也没那么快腐臭 所以没能找到他 也可能是老人自愿走失的 老糊涂了 或者说呢 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不想被病痛所折磨 所以他决定在森林中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 之所以警方没有找到 很可能搜救队只是对该区域进行了大致的检查 而对于那些难以到达的 或者太崎岖的地方 并没有涉嫌进路 而老人恰恰选择了某个角落 躲避了众人的视线 最后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 报告这件事情的是好友大卫 但警犬去到那里 却没有嗅出任何的气味 是不是意味着穆里斯压根就没有去到那里 所有的一切都是伪装的 因为老人曾是个牧师 虔诚的基督徒是不被上帝允许自我了结的 所以他的消失是其好友妻子的共同计划 而其中的原因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好了视频的最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神秘的外婆 森林的神隐 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